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病率高的原因主要是表现于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一些心脚痛的表现 在兄弟的治疗里面大家比较常用的根据患者的一些情况 我们在临床分里行很多 有的是虚 有的是实 有的是弹 有的是瘀 还有的是什么是我们大家比较常见的像心疲两虚像这些症状 那么大家根据这些症状你可以选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但是我们组织一些最常用的治疗方法就是 刮楼泄白半下肠 刮楼泄白柜子肠 还有刮楼泄白白整肠 根据这三个方式的应用 大家在临床里面可以达到治疗冠心病 和我们大家所说的兄弟的治疗 可以达到宽胸理剂 消弹去尸 所以大家在临床里面要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 来选择其相应的治疗方法 我是亲自的治疗方法